真的是说到节奏乱了 他说到这个Witness 14是在之前的 但是他为了 因为在很前面这个人就要上来的 但是为了调整 因为不是有木兰啊等等 他就做了很多的调整 所以把它调整到这里的 才开始了这个人在现在这几天的这个质询 所以说你非常敏感 抓到这个点上去 他们的确是乱了 他们非常乱 因为他们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 就说这个受害者 他们说还有几个受害者 他说有可能有一个有可能有两个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出什么牌 因为现在有点乱了 现在感觉这个情况不太好 来不及 时间又只有这么长 只有7月12号 我知道这个法官不愿意赶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快点加仨 加点东西进去 你知道吗 他们在做调整 你说的非常对 这就是检方的一个 你的节奏乱的 两个最基本的原因 还不够好 对吧 上来出来人家牌压住了 你没办法 第二个好牌打烂了 对 第三个就是你根本没有好牌 没错 你是想拼拼凑凑 把这个牌弄成一个好牌 没错 结果没做到 所以当检方节奏乱 包括证人的心理状态 受到很很强烈的 这个不是说 Sabrina 我这个吓唬你了 或者怎么样 是法官告诉你 你的这个一夜情不行 是吧 你这个一夜情不行 这是法官说的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能够感受到检方的这种 因为你的证人前后 受害者不同一时间出现 金融类证人不同一时间出现 交错的出现 中间还有什么海外的证人 我礼拜五一定要弄完 云云云云如何如何 导致于他今天的节奏 变得不太有规律性了 然后中间还掺了几个车的问题 车子也不是一起说 几辆车也不是一起说的 所以这个当中能够感受到 这个郭先生为什么会微笑 对吧 郭先生为什么抱抱Sabrina摸摸头 昨天跟郭媒打电话就说 无限风光静在眼前 对吧 无限风光静在眼前 但是他同时也提醒战友说 冷静 无论在什么时候 有顺风的时候 还是我们逆境的时候 过山车还没有到转 大弯弯的时候 大圈圈的时候 所以说注意休息保持状态